疫情令到货币政策走上不归路 意外股市和资产上升的狂热分子固然享受喜绝 但是一刻过后,那又怎样呢? 即使澳洲储备银行维持利率和买债不变 并且延长向银行提供低息流动性操作 但基于强奥源的因素,澳洲多家银行都预测 央行可能研究负利率 因为只有负利率才可以在类斗类的情况下 摊销若美元间接推升澳资的破坏力 欧美洗濕过头,亦都基于欧美货币政策的豪爽和任性 距离央行以资产负债比来比较的话 查实带有宽松空间,一方面部分官方利率离零甚远 更加重要在于大佬宽松的言义无反顾 做事的根本都没有尴尬可言 麦格里的短评提到,以上而有进取的货币政策 往往只有换来独姓甚强的结果 包括市场扭曲,增长更加低迷,贫富不均加剧等等 而这一刻,独姓甚强的货币政策再发展下去 就是去年已经广泛讨论的MMT 财政和货币政策两者大融合 后者直接支持前者 虽然以资产负债表去计,区内宽松稍微收敛 但是部分央行和财金当局在量宽以外 已经变得既勇且狠 南韩为例、频频而又追加又追加的预算 当地财政部宣布,明年发行国债规模 暂定172万亿韩元,亦即是1450亿美元 破了南韩历尼的记录 相比南韩更加进取,甚至可以用出轨来人用的是印尼 这个近年红极一时的新兴市场 近日货币汇价表现大落后 原因之一,经济弱 原因之二,央行不检点 印尼除了成为今年区内首个将财赤货币化的市场 政府零息发债,央行吃光之外 央行独立地位也酝酿改变 当地1999年定立的央行法规 赋予的是印尼央行独立地位 不过近日,印尼修改相关的规定 央行、财政部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由互不相干变成为要充分合作的体验 新法规未到最后草案阶段 但经具体列明,央行有独立运作的性质 变得充分与财金部门以及政府合作 功能由管货币稳定 加码至维持就业和物价稳定 新法例草案还表明 央行可以透过直接买债 向政府提供资金 印尼盾近期的表现最弱 印尼没错,改下法规 将以往很多的法例 没有列明可以或者不可能的政策或者操作 一切变得合权合法 因为疫情,央行门槛大降 这一刻可以振振有词 但很多事情做了的话 很多都是回不了头 我们都看上了个视频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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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